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oday's lecture. The topic of today's lecture is Tai Chi, Attack and Defense and Tai Chi Practice. 大家好,欢迎参加今天的讲座。 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太极攻防与太极修炼。 好,下面请周老师讲解这个做讲座的内容介绍。 那周老师在介绍的过程中也会结合现场教学和互动, 让大家对太极知识有一个更直观的理解。 好,下面有请周老师。 各位同学,各位太极的爱好者, 还有各位的领导和专家, 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次对太极公开课的会议。 公开课的会议,我们首先相关的内容, 做一个说明,如果大家在今天听不到或者是看不到, 可以留言,留言,可以有留言,留言,留言,留言里面已经回覆这边再介绍。 这样,那么我们知道在2020年, 第一次,三个人,三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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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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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欧的。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照片, 这是一个十度的一个照片, 就是说在我,在我带北语的第五个年度, 因为我长期的贴法是大年, 所以说呢,到了一个和香山差不多高的一个山之后的, 竟然是下山的下坡。 所以说呢,后来我就开始了选择用太极拳来进行锻炼。 这样的话呢,一下子练习了20多年。 作为一个太极拳的老师, 就是我,我这里是GPG, 我的GPG has English and Chinese, so if some students can't hear my Chinese voice, you can se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here. 作为一个太极拳的一个文化会教师, 我先后教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近500级学员来学习太极文化课课。 他们作为了解为一般就是两到四级的课课。 Go out,4 hours class,太极class。 in my opinion,就是说在我看来, 那么目前练习太极呢, 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呢,是in the park, 在公园里面练习太极。 那么他们练习太极的方式, 一般是随着音乐, 然后大家同一个节奏来练习太极。 那么这种太极的, 我们把它叫做太极操。 因为呢, 他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同样的节奏, 但是这种呢, 就是有样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那么优点就是每个人都能得到断练, 就是大家都能比方起早啊, 或者晚上啊, 统一的一个时间来进行断练, 练习太极操作的一个交流, 同时呢, 通过运动来活节化育。 但是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the shorting of the idea of access, and it's this one thing, 就是说, 他的动作, the action cannot be very correct, 他们缺乏对太极的一种理解, 他把这个太极的一种理解, 但同时呢, 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不管呼吸, regardless of the breath, 因为呢, 每个人的呼吸有长有长, 就是每个人的呼吸, 或者有长有长, 就是会一样的, 所以说, 他们练习这个太极呢, 就存在着一些问题, 就是说, 这样到位, 这样一个过程, 这叫做公园的太极, 那么另外一种太极呢, 叫学院的太极, 为什么叫学院的太极呢, 就是说, 因为他们是, 一般是通过那种, 专门的训练, 专门的训练, 所以他们的要求的太极呢, 就是说, 改变了像跳舞一样, 就是说, 他的要求呢, 就是比较高, 太极, 那种飘, 那些工作比较飘逸, 很漂亮, 然后他的动作呢, 要说是跳跃啊, 动作非常的远, 那么这样的一些太极呢, 我们也有的人就把它叫做太极舞, 那么这个缺点在哪里, 因为我们大家好多人学太极, 买的都是那种, CD或者是GVD, 或者是这种视频, 那么他就容易让很多人按这个要求, 望而生畏, 他们就感觉到这太极是一种恐惧, 因为自己欺不了这么高, 跳过来这么远, 还达不到这么飘逸, 那么永远离这个为目标, 他追求这个, 最后呢, 反而是感觉到一种失望, 那么觉得好像自己就变成, 那么这个就叫学院太极, College太极, 那么我从学习太极之后呢, 正式加入了李泰太极, 那么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太极的本质, 那么太极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认为太极是一种功夫, 是一种武功, 所以说呢, 他不应该为公元派给这种老年人的一种专利, 不应该成为Apatient for the Order of the Genetics, 或者是成为一个学院派的Athletic Dance Performance,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学习Attack and Defense, 要学习公和房, 为什么要学习公房呢, 不是说我要去公寄这些人, 或者是有人, 来需要我来防卫, 那么他的目的是干什么, 就是说我们要学会这种概念, 就是说这个动作,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动作, the reason for the action,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更加的到位, 那么这样就能够体会从太极的那种, Mestuous Emputity, 就是感受到太极大道的这种, 然后呢能够增进你的健康, 还有让你更加的美丽, 还有唐寿, 还有唐寿, 南北渠, 那么这个呢, 才是我们练习太极的一个本质,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说长期练习这个公愿太极, 或者是学院太极, 那么你这种的标, 你永远达不到天爱的一个标, 也会很大, 那么也达不到太极的一个本质, 那么太极是什么呢, 太极就是一个中华文化, 中华老子和庄子, 他们的一种哲学思想的一种, 阴阳哲学思想的文化, 那么他是理解伴统的太极文化, 和武术的一种要, 所以说呢, 他当然说我不想那样武术, 但是为什么要学太极呢, 因为你需要理解伴统的文化, 伴统的中华老子, 还要理解这种文化, 那么通过太极的这种阴阳之道呢, 你就能够对伴统的文化, 对这个伴统的伴统的伴统, 和武术, 和武术有一个Eat and Study, 所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一种钥匙, 所以说呢, 有的人说我会需要点这些, 但是呢,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对这种传统的文化, 有一个深入的理解, 你不知道什么是道的, 你就会从这个文字的表面上, 所得理解,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关于这方面呢, 有太多的, 太多的, 太多的 ancient animals, read about Taiji, 就是说, but here, we don't have so much time to work for it, ok, so, let's go on, 那么, 太极里面, 一个重要的, 这个太极头, the importance in Taiji culture, is the Taiji diagram, the five moments, five phase grip, 就是说, 古代人认为这个物质呢, 由五种元素组成, golden, water, wood, their, and soil, 就是五种, 那么这五种元素呢, 互相产生, the generate, one base generates another one, ok, and another one, tills another one, 比方说, 金, golden, 就是说, 你把这个金属把它融化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水, 是吧, 就是说,the golden generate water, golden generate water, 然后呢, when you, when you blasts deep into the water, they will grow up, and generate, generate water, 所以说水增木, 然后这个木头呢, the wood, 把它点着之后呢, 就会 generate there, 那么这个火呢, the fire, 它的木头烧着之后呢, 就产生了这个 soil, 那么这个土, the soil, 土里面, 它把其他物质放在里面, 它就会产生金, 这就是五行的相生, 那么相克, 是什么相克呢, the golden, 就是说, 你把这个金属, the golden, you use the golden, make it as a knife, 就是你把金属变成一个刀, 它就可以cut the wood, 金属可以贴这个木, 金属可以把木字切掉, 就是金刻木, 那么这个木头呢, 金刻木, 木头呢, 有个刻鎚, 木刻鎚, 就是说这个木头, the wood grow up, 就是说, 从土里面, grow up from the soil, 从土里面出来, 那么它就把这个木, 土就破出来了, 是吧, 就是土就刻木, 那么这个木, the wood, 就是这个木, will clear the wood, 木刻鎚的窝, 里面有水, the wood, 那么你就用这个木头呢, 把它变成蚕, 变成那个chip, you'll make chip from the wood, 然后, i'm plough in the wood, 那么这一个, 这个木, 洛克鎚, 那么这个the soil, can stop the water, 就是说当有flug, when there is flug, 有水来的时候呢, 我们用土水来补烟, 就用土水来补烟, 你把水打水, 就是这样的, 土就能克水, 那么这个到这种土能够克水, 是吧, 用土的soil, to make the soil, to stop the water, 克水, 那么到下一步, 这个when there is fair, the water can put down the water, 这个水呢, 我把这个火, 克点, 和火, 是吧, 那么这个火呢, 就fair, 看, 用火, 看, 就说melt, 看make the soil, 我能够把make the metal into water, 所以说呢, 我克金, 这个五行相克, 那么这个五行对应人的器官, 就说人的肺, 比如说这个金, the golden corresponding to people's lives, the wood corresponding to the gump, 木, 对应的gump, and it opens in the air, 这个水, water, 水呢, 这对应是人的盛大, 人的盛大, pity, then the fire, the fire corresponding to the heart, 我对应于人的心, and the open in the tongue, 对应于舌头, 那么它的颜色呢, 就是red, 心火呢, 是红色的, 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土, 人的中间, 土在正中间, 那么土在正中间呢, 它对应的就是什么呢, 对应于人的胃, bidden, 那么它开的呢, 对应的是人的mose, 这就是一个五行的相生相克, 还有它们之间, 对应于人体的一些关系, 那么我们通过它呢, 就能够得到一些养生, 这样一个过程, 一个养生的过程, 是吧, 比方说你要你的心脏不好, 是吧, 心脏不好, when your heart, when your heart have disease, 是吧, 你心脏不好, 那么你怎么样呢, 你就要通过一种对应的办法, 因为它是火, 那么什么东西生火呢, 什么生火呢, 就是说木生火, 那么就是说你通过, supply the wood, 就是通过补这个木, 就是补肝, 补肝的方式, 就能够对人的心脏呢, 有一个防护, 有一个帮助, 那么这是大概的一个概念, 我们这个地方也不多讲了, 那么另外呢, 就是这个五行呢, 它又对应于八卦, the six pictures of八卦, 这个它相应的对应人类自然的八种现象, 比方说钱, 它对应于the sky, 坤, 坤对应于the earth, 那么这个正呢, 它是对应于这个雷, 对应于一个雷, sun的那儿, 这个迅呢, 对应的是那个wind, 这个对应的是水, 坎对应的是水, 那么这个根呢, 它对应的是这个mountain, correspondent mountain, 那这个梨呢, 对应的是火, 对应的是火, 那么这个对, 它是对应的是这个泽, 那么泽也是水, 那么这是八卦的这个八梗形状, 同时呢, 对应于correspondent to the body, 前对应于人的头, 那么这个坤呢, 对应于人的腹部, 那么正呢, 对应于人的足, the feet, 坎呢, 对应于人的耳朵, 所以二, 人这个梨呢, 对应于人的眼睛, 眼睛, 目, 那么还有这个对呢, 它是对应于人的most, 对应于人的贼, 那么这就是八卦, 对应于八种自然现象, 同时对于人体的部位, 它就是有一个对应关系, 那么所以说五行, 就是说五行加上五个方向, 加上就是五行中内的四个, 就是除了土之外, 金木水火, 再加上四个方向, 那么共同构成了八卦, 这是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在太极中间呢, 好多的东西呢, 它也是走的, 按这个来走的, 所以说它们是有, 相密的一些关系,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内容不多讲, 那么这是太极图, 太极Digram, 那么这里面呢, 有这个, 音语, two fish, two fish, the black fish, and the white fish, 对应于音和羊, 那么这个音和羊里面有, 羊中之音, 羊中之音, 有羊中之音, 有音中之羊, 音中之羊叫少羊, 羊中之音叫少羊, 那么这样呢, 就用这个两仪, 阴阳是两仪, 在对应于这四个, 两个羊两个音, 就对应于四项, 叫做四项, 两仪和四项,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 and four quadrants, 那么这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 那么四项, 加上四方, 就形成了一个八卦, 那么这是这样一些内容, 这个我们不做过多的阐述, 不做过多的传述,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太极拳, 太极拳, 那么太极拳呢, 就是说刚才我说过, 它是复活老庄阴阳哲理的中华传统武术, 就是太极拳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artial arts, in the in line with the philosophy of the yin and the yang, 那么太极有非常多的门派, too many high schools, 那么目前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是陈是太极, 陈, 阳还有吴, 那么我们也大家知道也有理, 是这样一些太极, 那么太极的特点呢, 有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个是叫阴阳交错, 就是说通过阴和阳不断的进行转换, 好, 太极的特点呢, 我这个地方已经列了这么一些特点, 那么这是最主要的一些特点, 一个是阴阳交错, 阴阳交错, 那么这个阴阳呢, 在于人体的一些部位, 比方这个手, 是吧, 这个背面就是阳, 因为它突出的部位, 它是阳, 是不是, 那么这个手掌里面呢, 这就是阴, 所以说我们的手掌一翻过来, 是这样的, 然后翻过来, 这就是, 这是阳变阴, 是吧, 然后这样的呢, 就是变成, 翻过来呢, 这个阴面阳, 这么一个转换的过程, 那么包括人的动作也是一样, 人的背, 人的背, 阳, 然后人的, 人的腹部呢, 就是阴, 这样一些东西, 另外呢, 动作呢, 它也是需要一些虚实的转换, 就是不断的转换, 这个我们待会儿, 从实际现场受课的时候, 再讲这些东西, 还有一点呢, 要起膝落呼, 就是说你起来的时候, 是吸气的, 那么落的是呼吸, 同时呢, 要注意是一个逆势呼吸, 叫做inverse breathing, 这样子, 那么还有一点呢, 是太极的动作呢, 我们要讲求的叫做, 以腰带手, 那么, use your chest, to bring your hands, 用腰来带手, 不是说我们的手, 只是在那样动作, 如果只是手在单纯的动作, 那就是一种舞蹈, 所以是这一点, 我们待会儿也看, 还有一个叫, 秘左先右, 因为太极呢, 它是一个矛盾权, 就是说我们想要到左边去, 我们先向右边去, 或者先向右边呢, 先上左, 如果我们想起来的时候, 先落下, 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还有一个, 这是叫做引进落空, 这是在机机中间来讲的, 就是说我们, 就是说想要这个, 比方对方对你进行攻击的时候, 他是先, 我们先要把他引过来, 让他的力气呢, 完全没有的时候, 我们然后再反击, 让他落空之后再反击, 所以说呢, 又叫做后发先制, 所以说这也体现了, 太极是一个文明权, 一个矛盾权, 他是文明的又是矛盾, 这是他的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太极的练习中呢, 有一些要求, 我们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点, 就是说要放松, relax your body, 然后呢, 让你的心情, peaceful heart, 然后是立身中正, 要站street, stand straight under the center, 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呢, 虚拎顶静, 就是empty parting forces, 就是让这个力气呢, 就是说要空灵, 然后得到一种松的一种静, 还有个是叫含胸拔背, 就是说把你的胸口, chest, chest要relax, 然后呢, 就是把你的后背呢, 要后顶, 不能说把背往前, 背往后, 背往后顶, 这样的话呢, 达到命门突出, 还有一个是沉肩坠, 就是你的肩膀不要耸着, 就是说把你的shoulder要drop, 还有这个abrow的肘也要坠下去,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气沉丹田, 那么这个对粗学者呢, 一般你可能还没有产生气感, 那么这个一开始还理解不到, 那么这是他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特点, 那么我们待会儿会从一些动作中来进行体会,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太极的攻防, the defense and attack, 那么这几点要注意, 那么在GG中间呢, 尤其要注意你的手衍生发布, 那么第一点是最小的攻击面积, 就是man attack area, 就是我们要用身体斜的对着对手, 而不是要面对面的对对手,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不要说面对面的对着敌人, 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对眼, 我们要斜视他, 就是要侵蚀他, 还有一点要注意, 那个肩和胯的作用, 这样子, 那么在上步和退步的时候呢, 要注意三脚步的运用, 和后退步的运用, 那么在GG中间还有一些蝉刺镜和反关节, 那么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些展示, 一些展示, 那么我们关于有关一些动作呢, 我们待会儿再讲, 这个地方就不多讲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现场讲一些太极的一些基本的动作, 我们有现场的两位同学, 可以在我们现场来学习一些动作, 就是这么几个动作, 好, 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周老师和现场的两位同学, 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场互动和教学, 同学们好, 那么现场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讲, 两个动作, 一个是太极的启示, 一个是太极的启示, 那么另外讲一个动作叫斑蓝锤, 那么斑蓝锤的我们认为, 是有一定的技术的一些功能, 首先讲这个启示, 那么你派太极这个启示呢, 包括这么一系列的故事, 那么第一个是, 一个是无极, 一个是太极, 然后呢, 海底捞叶, 帮手空间, 向心掌, 怀抱提心, 那么现在我们和两个同学, 现场讲一下, 那么无极是两脚并笼, 双手贴着顾缝, 双手贴着顾缝, 然后呢, 不要夹着, 要让手筋冲起来, 手贴着顾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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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有, 肩膀要沉下来, 不要这样, 第二个有, 肩膀要有点空, 就是无极是, 不极是, 那么现在要放松, 呼吸, 平稳, 就是说你要忘记, 忘记自己, 忘记自己, 请平稳, relapse, and hold out everything, or think you are nothing, 认为你就是一个空气, 那么下面是态的, 那么到态力的时候, 我们要距离第一步, 干净有位, 就是先把重心, 现在是在两个中间, 然后现在我们把重心, 天使留位, 这个right side, 就把重心切换到右, 先不要动, 切换好了没有, 就说让左脚, left, and no way, and no way, 这就是无极是, 那么在我们做任何动作之前, 都必须先切换重心, 那么我们把重心, tend in the way, 或者right leg, 然后左脚轻轻离力, 起来, lift up the left leg, then open as wide as your shoulder, 与尖重发, 然后轻轻着地, touch the ground slightly, 然后, then turn your weight in the middle, 这就从无极到太极这个转化, 是新功, 下面是第二个动作, 这就是从无极到太极, 下面是开始, 太极楼叶, take the move, 吸气, 两个手, 从体侧平稳, 平举, 中指相对, the middle finger, face, the left hand, the middle finger, face the face, 是吸气, 啊, 腹部吸空, 腹部吸空, 吸气, 腹部吸空, 吸气, 吸空, 吸梦, 空梦, 好, 吸气, 是海底捞月, 是海底捞月, think the moon is very high, then lower your body, and rest out, 然后开始慢慢地站立, 吸气, stand up, two hands, lift up, 吸气, 继续吸气, look up, 班长向上, two hands face to face, 放手骨肩, 就是, 放手骨肩, 继续吸气, 然后继续吸气, 头掌, 下面是胃心脚, 然后, 右手放在里面, right hand is inner, then lower your body, 出气, wrist out, 好, 这就是, 回心脚, 然后, 开情, 吸气, 一致手呢, the left hand goes down slightly, and the right hand straight up, 吸气, 下面是两仪, the right hand down, 左手抬起, 左手抬起, the left hand up, 左手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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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右手摆右手摆右手在右手摆右手摆左腿 and calm the right hand closer look the straight, look this direction 这是叫怀抱的习心 好,这就是太平的启示,startful 记住了没有,我带你们做一点 好,we start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OK? grease 吸气 随心带走,小声 呼吸 吸气 按掌向上,吸气 继续吸 用手搭腕 然后下落 移身带走 然后再起身 上翻 然后是阴阳亮一 右手下 左手上 翻掌 右手 身体 重心放在左腿 靠过来 转伸 眼向前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启示的动作的完整 我现在让联盟同学做一些 能记住 大概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联盟同学做的 好 浮集 浮集 到太极 浮集到太极 太极 太极捞月 下极捞月 转走 然后 confused 向上看 八九 然后收集 下枕 现在 放到 然后 然后吸气 看掌向上 好,先看右手,右手下,再看左手,上一秒,然后翻左掌,右手在身体上左,转,靠,点地,点地,标动画 chiaro 这主要的描述 描述描述mню 然后往下 Click 往下 будучiตiตiตi de la cà 这是您您在能看的 аю 好 看过来 好 很好 非常好 我们的同学们已经开始了 好 感谢各位两位同学的 下面我们再学一个名字叫班蓝 班蓝 班蓝锤这个动作 班蓝锤这个动作 它是一个主动进攻的一个动作 班蓝锤这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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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怀抱细心开始 左手落下 右手向上 然后 身体向右转 称 right 上部 重心放在左腿 上部 三十度上部 三十度上部 点成功部 半 这是一个批的动作 点成功部 下一个动作 我们下一个动作 好 是蓝锤 蓝锤 蓝锤 是两个手 then the left hand, left leg, 30 degrees 公布,重金,走路过水,转到前台 可以 OK,这就是斑蓝锤 出去的时候,手不要太直 Do not make you fix at the line 如果说他的手是一条线 It's very easy, go forward 如果说你手是弯的 He can come back He can come back And if your hands like this one, this one flex Then he can hit any So do not always remember Do not make my hands like that Flex 这是斑蓝锤的这个动作 基本上是一个斑 斑 斑 蓝 锤 这是斑蓝锤 那么这个动作, you can do this again and a bit 斑 蓝 锤 斑 斑 蓝 锤 锤一直做,斑蓝锤 那么 then I will teach you how to use it So do it If someone flexing How to do it In the hand BANG LANG TUI OK This is the banlan锤 How to use it as banlan锤 If some people, you want to fix some people's space You just forward PASS LANG OK OK This is banlan锤 Understand How to use it Understand BANLAN锤 So Attack the enemy 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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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you like 可以 It's very easy OK You men xiehhui emong Do you learn how to do banlan锤 Do it Do it From here What do you like Is it If nothing When you have to do that I will do this It's good No isi No Well No If something When you do what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原汁原味 而且它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 那么这一块我不多讲 那么待会我们请一下李派太极的大师丁老师 还有刘然国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那么让大家体会太极的真功 让大家to get the real feeling of the school太极 ok 那么有请丁老师 简单的介绍一下李氏太极拳的留言 看那个墙上 看看墙上 这个照片就是李氏太极拳的祖师李锐东的照片 这儿咱看文字内容 这是李氏太极拳 李锐东先生警戒 小李锐东呢是1851年出生 191年去世 然后明蜀勋子文侯 后烟霞去世 慷慨大方 人称小孟长君 天津市就是按这个现在来说啊 是天津市武清区城关镇 中间人 生于清朝贤城元年 就是1851年 族于去世于呢是1917年 民国六年 这个一生呢经六大名师传授五诸 就是内外各家大名派的五诸真帝 后讲平生所学内外家各派门 各门派的选法清华 学而后话 讲各所学各门派的武术精髓 中一龙中一贯通 然后就创造了咱现在的李氏太极拳 底下的 过多的不说了 然后2014年啊 11月14日 李氏太极拳呢 进入了 国务院颁发的2014年59号公布的第四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流录啊 看上上面这个 飞的牌子 这是当时2014年发的牌子 但是在去年啊 就是2020年的12月17号啊 这个咱们李氏太极拳跟 跟其他的呢 这个太极拳进入了的世界 那么下面有请丁老师 给大家做一个精彩的太极功夫展示 好 刘燃国 对 他的十三十一样 他是有刚有柔 并且呢 李太极亮啊 并且里边融合了 蛇行 龙行和凤行 骑士 太极起士 震酿仪 怀抱七星 走棚 两个棚 双棚手 用一个棚 这个叠太极元特点的 这个 打臣要行弃 相略 顺存 相略 顺存 这个 棚 地为大部分 李呢 地为小准 便急 急的一代兵 下面是暗 暗 暗 意为实质 注意刘老师的口径啊 行权平静 下面是蛇行 下面是龙行 大家会发现呢 蛇行跟龙行都比较缓慢 蛇行龙行主要练身法 而凤行呢 看着大家刚才看的 这些 后边这四手啊 由于速度再快 我没来急说 咱让刘老师啊 休息一下啊 后边这四手啊 是裁脸走铐 那么咱大家会发现呢 李氏太极拳的 他的 红礼底案裁脸走铐 其他的 人都那样 其中呢 和红礼底案裁脸走铐 四正手 它是比较柔满的 这个 公带刚 而后四手 家的后四手是比较刚 有法力 然后蛇行 凤行龙行 这个呢 是家的 太极拳 最原始叫八股穷拳 八股穷拳呢 就是来源于 蛇雀相争 蛇雀相争呢 就代表了阴与阳 蛇 伏地而行 走一岸一处 蛇雀代表了阴 蛇雀 在这情况飞过 跳一行走 代表是阳 所以这个是阴阳 并且那个阳呢 咱以凤枉 凤枉凤枉 凤枉在中国 在脱游市 火鸟 火鸟 本身就代表了这种 激阳与方态 而阴的 这个阴的分量 一种呢 咱们 用龙来表示 这个 阴本身 它有灰 阴有分阳中阴 阴有阳 阳分量 这个蛇呢 就是表示 咱们说 这个 怎么说呢 阴中之阴 龙城呢 也表示 阴中之阳 就加了它 两个行 好 我要给大家表演一份 那个 李氏的中盘舰 李氏的中盘舰呢 是 李氏舰法当分之一 它的特点呢 也是跟其他建法不一样的 首先呢 它有实用建法 没有太多的发展 另外呢 它最大的一个想法 是左右换手使用 这个建法 更有时关系 这个方便 在国内还是很少建 我们由于时间线 它们展示了一部分 在国内还是很少建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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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丁老师这个太极因为场地所限 不能够发挥的很好 但是这个太极呢 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它的独特的特点 就是它是双手使剑 那么跟一般的太极呢 有非常大的差别 就是说我们关于这个太极的课置呢 我们展示呢 以及其他内容呢 都到这里 就是说 那么理派太极呢 丁老师刚才把这个 把这个太极的特点呢 都讲得很 把这个理派太极的特点 又讲得很清楚 它是快慢相间 它是既要练得快 然后有些动作又是慢 它相互的转化 而且是注重这个松 relax and soft and slowly and lightly 这是它的松软慢筋的特点 同时呢 它又非常的 flexible 灵活 然后activity activity 然后呢 faster 就非常的快 然后呢 它讲究step forward 这是非常好的一些特殊的优点 那么由于时间所限 再加上 我们的这个场地所限 就是说远程的这种感受 和face to face呢 还是有一定的延迟或者差别 我们的 就是说如果说 今后在相关的设备上有改进的话呢 大家会体验的更好 而且丁老师在太极进入学堂 学生的这个课堂呢 就是说做了大量的工作 如果有相关方面的这个老师或者专家 想请丁老师传授太极真功的话呢 可以随后和他联系 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跟他们联系 这个地方就讲到这里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礼派的太极的这个特点呢 刚才丁老师都已经讲过了 这个我就 这个地方就不再讲了 因为这个礼派太极 它是有特别突出的特点 因为它是the real功夫 in real fight 因为它是作为这个 慈禧太后 the queen of the chin 他的guider 作为他的卫士 非常厉害的 而且它是融合了三派的特点 非常的强 那么太极呢 除了刚才的展示 就是说我们也知道 它有拳有蟹 所以说呢 有刀 枪 剑 棍 还有其他的一个系列 总共有近百种的套路 有几乎 几乎 太极 方式 和 的 方式 方式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简单再看一下枪 那么这个枪呢是从岳飞 famous general 岳飞 从他这个枪法来的 直接 the tidy spear is used in ancient war so it's very powerful you can use a chest 我们只展示一部分 那么我们太极器械呢就讲到这里 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二维码 那么 if somebody want to contact us want to learn taiji from from teacher dean or from the teacher dean or you can scan the code and contact with me OK Thanks for coming and see you OK 感谢今天大家的前来听我们这一次周老师的讲座 关于太极 那也感谢我们现场的同学 现场的同学的到来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对太极感兴趣 可以扫描上班的二维码 然后和周老师取得联系 或者是前来咨询 感谢大家来聆听光临本次的讲座 本次讲座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